今天我们来做爽口酸辣萝卜皮 去掉头尾 黏皮带肉一起削下来 果肉可以用来做泡菜 再给它切成小块 放进容器里面 加入食用盐 装拌均匀 萝卜的辛辣味比较重 装捏均匀以后 放到冰箱冷藏腌制一个晚上 腌透 第二天早上拿出来以后 加入纯净水 冲洗干净 把水分倒出来 彻底裂干水分 锅里加水 倒入生抽酱油 两勺蚝油 再来两勺淀粉 先给它搅拌均匀 开中火 给它熬至粘稠 像这样子就可以关火 放一旁冷却备用 准备一些小米辣 清洗干净 作为湖南人 我是无辣不欢的 如果不能接受这么辣 可以用多辣椒来代替哦 给它切成碎末 切得要细一点 加进萝卜皮里面 加入两勺白糖 一勺食用盐 再来两到三勺的香醋 我们之前熬好的酱汁 一些酱油 给它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后 要试一下味道哦 符合自己的口味最重要 像这样子 装进盒子里面 放到冰箱 腌制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开吃了 真的是特别的脆爽 而且够入味 我喜欢装进小瓶罐里面 吃的时候呢 一瓶一瓶吃完 特别有成就感 如果喜欢的话呢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哦 我是夏妈 我们下期再见